特伯爷 我记得您说过 北斗来久安 会不会跟龙马有关 难道说 龙马在久安饭店开房间 是为了等北斗来找他 不管北斗跟龙马有没有关系 北斗 这是不可能住到久安饭店 我想是龙马 想凭借一己之力 把我们牢牢地涮在这儿 然后北斗好跟西曼 在别处放心的活动 雕虫小技罢了 那您说 咱们久安饭店 还需要留下人手吗 当然 留一部分人 给我盯住了龙马 我们回去 就让龙马好好地在这儿唱独角戏 我看了吗 我看了我 已经有点难尽了 当然 我看了你 我们在这里 我看了你 forum し you 我看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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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看了你 你就这样大大方方地 住进九安大饭店 燕妃肯定会怀疑 你俩多次交手 知根知底 他能猜出来 你是想把他的兵力 拴在九安大饭店 我们也确实想把他的兵力 牢牢拴在九安大饭店 被他猜出我们的意图 这可是兵家大计啊 换作是别人不一定上钩 换作是燕妃平时也不一定上钩 可燕妃现在已经走火入目 满脑子都是珍宝 只要我们的诱饵跟珍宝有关 就能一点一点改变它 我今天亲自审问了 共产党那个小同源 他的确不知道 北斗什么时候到九安 住在什么地方 跟什么人接触 总之 对 北斗来九安的行程安排 他是已改不知 换句话说 我们目前掌握的两点 一个是九安大饭店 一个是筹布店 而九安大饭店是龙马放的烟雾蛋 所以 我们要把精力 放在筹布店上 您放心 我正要跟您汇报这事 我们通过对筹布店的监视 又发现了另外三个交通站 我正准备动手抓人 可我一听说北斗要来 我就赶紧命令他们 我这条大雨 然后再去收拾整车 我们目前 要死死地盯住筹布店 必须从他们的一举一动当中 发现北斗的注尸马迹 喂 我知道了 大北 刚才九安饭店来电 说有人要抬一个箱子 进二零八房间 放行 给我 别惊动他们 放行 老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两个人抬着一个箱子进了二零八房间 箱子留下人走了 这怎么回事啊 龙马他明明知道我在监视他 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做 把家里的风条给撕掉了 接着又到九安大饭店来订房间入住 接着就是两个大箱子抬进去 他真的想着让我们相信 他抬着箱子是把珍宝送到九安大饭店 等着北斗来 他怎么把咱俩当傻子了 不是 不是 把我当傻子了 你笑什么呀 这慌没事吧 没事吧 你 HEH Wu 牢牢地叮住超短庄 不能放掉一个有用的消息 你放心 我现在就去办了 这龙马想干什么 那个巷子里面 它会装什么呢 是珍宝 被抖 不会 不会 那应该是两只空的巷 他真是在迷惑我 叶飞机怎么爱你 在这草获入魔了呢 不 完全可以撞进去珍宝啊 或者是把被盗撞进去 绝对是空的 他在骗我 他在迷惑我 他要缴露我的心思 不不不不不 我都不会 都不会 但那就是两个空巷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三个地方也这么多人 没有错 白天丁 晚上丁一刻不放松 四个地方同时转移 的确有些困难 光是人员就已经很困难了 何况还有阴刷设备 发暴机和武器弹药 老庄 你不要着急 熙满一定会有办法的 熙满他说过 这是我们在 久安的战斗武器 必须安全转移 请你转告熙满 让他一定要注意安全 只要他还能 好好地指挥战斗 大家心里就踏实了 好 我会转告他的 嗯 户部店那边有什么异动吗 哦 一切正常 另外三个交通站也一切正常 依我多年跟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 北斗来九万之前 交通站一定非常盲目 各种消息情报一定会多起来的 可是目前还没发现这种迹象 不过我会叫手下的弟兄留意 您所说的易懂 我是 意思是 你是在身中一身 蟬lus 好 我 artık 智茉 打不开 充分 好好 是啊 但是他半个小时 又把这箱子给抬走了 怎么回事 抬走的是昨天抬进来的 那两口箱子 还是今天刚抬进去的 这这这这 我没问他 他 他也没跟我说呀 你就是说那屋子里头 应该还剩下一口箱子 那要不我们再过去看看吧 也好 省得龙马他自己在那房间里 上蹦下跳得没人搭理他 多可怜 我们过去陪他玩玩 哥哥 你说你这么多红手卷 送我一条好不好 好啊 这条怎么样 这条好啊 这条好 这条好 是好 这上都没沾过血 妈 送给你了 我 我真的想要 你也想要 在这这一条路上 我只要捅了 我这条路上 你先把人家供给你了 你捅了 你捅了 我一定要去 你捅了 我捅了 你捅了 我捅了 我自己捅了 你捅了 吊虫小记 何足挂齿 他龙马不就是想扰乱我的心智 牵着我的鼻子走吗 不理他 刚才抬箱子的两个人 都用黑布蒙着口合鼻 直露出两个眼睛 那昨天呢 昨天倒是没用 这龙马的意图 是越来越明显了 他就是想把我们的注意力 引到这儿来 以便分散战车组织 在那几个联络战的压力 可是 可是什么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可是万一龙马 钻了咱们的空子 真的在九安饭店 搞出什么名堂来 那咱们怎么办 那咱们怎么办 鼻马 我今儿哪儿也不去了 我就是住这酒店 我看他龙马能跟我 耍出什么花样来 老公 刚才又是两个人 抬着一个箱子进来了 我来说 还有一家 我那还在那边 我去地医院 我去地医院 走 给我挺轻点 是 刚才两个蒙面的王家护卫 抬着一个白箱子 进了龙马的房间 可后来又抬了个绿巷子出来 等等 都蒙了面了 你怎么能断定他们就是王家护卫 他们都穿着王家护卫的衣服 这不会是龙马的障眼法吧 你说他一会儿白箱子 一会儿红箱子 一会儿黑箱子 他到底想耍什么花招 什么花招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 我跟龙马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 他那几个招式 我都领教过 起初我就想不明白了 反反复复地就那么几招 而我偏偏就会上当受骗 为什么 我现在想明白了 那那几招并不稀罕 关键的是 他出招式的时机 实在是把握得太好了 幸亏二零八房间在您的监督之下搜查了好多遍 不会有什么机关 要不然 龙马又要耍出什么新把戏来 就是有什么蹊跷 也就是在那几个箱子里了 李妈 给我看紧了二零八的房盒门 不能让龙马和箱子出来 您大可放心 一切都按照您的吩咐 门河窗 全天都有人盯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先生 送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女的 没错 是女子 你怎么叫是个女的 手像是女的手 而且还有一股香水味 老上埋伏着冷枪手 老下几十个兄弟合成实弹的 你怎么在干什么 干什么处的你 这也不能怪我呀 那女的 说不定 说不定是藏在箱子里边进来的 说不定 那女的已经把龙马给替换出来了呢 龙马 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九岸饭店了 要不我们进去搜搜看吧 万一 背头已经过来了呢 你说这箱子 搬进来搬出去搬了这么多趟 谁知道搬了多少人进去啊 万一西满河北斗已经在里边了呢 龙马这是给我们唱了一出空城记啊 你放屁 不管他使什么记 我燕妃不会上大 那个叫什么北斗的 哪不能去啊 啊 天天要跑到这危机四伏的九丸大饭店来 会不会是灯下黑啊 要不我从交通站 再调一些人手过来 毕竟这边的情况是越来越复杂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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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埋死我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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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能不能 先生 送餐 这几番折腾 燕妃多少东西了 燕妃那个人他就是多疑 一开始不会相信你 不过呢 也就是因为他多疑 你这么一折腾啊 他早晚会多信死 还是那句话 只要是跟珍宝有关 燕妃都不会轻易放弃 西门怎么样了 那我先走了 注意安全 西门姐 你怎么了 西门姐 西门 西门姐 你受伤了 小大事 千万别让同志们知道了 听见没有 好 情况不太好 你要有心理准备 西门很难撑下去 我明白 她的枪伤那么重 可还是要硬撑着 不让她那些革命同志知道 西门是好样的 她是为了稳住全心 她还想登北斗 她想跟北斗 做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 没事 聪明 你是不是觉得我疯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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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金哥 你没疯 是龙马她太狡猾了 您再用心 都不为过呀 对呀 小心使得万年船 你提醒了对 我们在加派人手 盯进那 那个战车组织的联络站 不能上龙马的当 好 好 我照照去 照照去 照照去 要相信西慢同志 龙马他们正在心脏 严妃的注意力 我们得等机会 老郭他们的第三笔箱子 该送进去了吧 差不多了 他送完箱子 就会过来和我们回合 发生啊 那我们没办法 龙马想干什么 他得是公开地在嘲弄我呀 一会儿白巷子 一会儿黑巷子 他太嚣张了 太嚣张了 这 万一龙马真的在搞什么吗 你大点声 我是说万一龙马真的在搞什么名堂 咱们怎么办 需要我去搜一下吗 你把箱子给我抬上来 抬上来 可万一里面有炸弹呢 炸弹 他龙马费那么大的精力就是要炸死我吗 你错了 他要杀我不用花那么多的精力 明白吗 好 那我去把箱子抬上来 你不要去 你让下人去做 让他们查完了之后 向我汇报就完了吗 你傻呀 万一那箱子里面有炸弹呢 我请你爹 我知道 我将不得好死 但是在死之前 我要亲眼看见珍宝 还有龙马驾破人往之后 我再死不迟 好 好 站住 把箱子放下 打开 地图 是的 好多地图 还有什么 其他的没有什么要紧的杂物 你怎么摆到那天 把箱子放下 你帮我 你帮我 我还得和我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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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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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地图还有一些纸做的模型 什么 地图 纸做的模型 报告 房间里是龙马和小苹果 还有什么 桌上有什么 还有一张地图 有没有纸做的模型 毕县长 您怎么知道 你先下去吧 是 喂 是我 好 我知道了 交通站有易懂 情报量骤然加大 是不是北斗要来了 被龙马这么一闹 咱们还真不知道北斗在哪儿落脚了 九安大饭店需要加派人手 这样 你把四个交通站的人 都给我抽掉一部分职严之力 不 还不够 把街上的 所有的弟兄们都给我找回来 可能是查北斗的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那些都是摆设 你明白吗 快 撤回九安大饭店 走 派人去九安大饭店 快 太好了 他们都撤了 我们行动吧 还有城外的敌人 等他们撤了我们再行动 另外 接北斗的通知 天一黑 就把北斗通知 接送到纸巾地点 西满在等他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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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太多了 他根本有什么地方 我去哪里 那是 这边增兵了 燕妃果然上当了 看到地图和纸样 燕妃开始乱阵脚了 所以我们要稳住 几个交通站特务还不少 可街上巡逻的特务和士兵 少了不少 这对北斗很努力的 那就太好了 真希望我们 没有白白忙活这些 放心 燕妃一定会上当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希曼姐 真希望她没有白白等到北斗 希望她能够如愿以偿 为了希曼 但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 一定要让她如愿以偿 那好 那咱们再来一起狠证 好 看 好了 麻烦 我 报告 东宝冲前摆了一盆花 摆出一盆花 是 加强警戒继续给我盯着 是 还有你们两个 也出去给我盯紧了 是 龙马摆出一盆花 你是说 他会不会让我相信 他再给别人发暗号 或者 他就是在发暗号 哥呀 我的亲哥呀 我是真的已经糊涂了 如果他发暗号 他会给谁发呢 给北斗 他敢让北斗到九安大饭店来吗 轨迹 龙马的轨迹 什么连环机 连北岸查之机 他走出种种的迹象 就是让我相信 他一边在九安大饭店里 研究藏宝图 一边在等着 北斗 他就是要把他 绑在一起 让我相信 他会把珍宝 交到共产党手里 我明白了 您是说这都是龙马的假象 只有像你这种一般的人 才认为他做出的假象 是来骗我的 对吗 但是我心里清楚 你这次要跟我玩正格的了 这是什么逻辑啊 龙马做事向来不找编辑 跟常人不一样 他拐的时候 你要是没有跟着他拐 你就会把他跟丢了 你要是跟着他拐 很有可能 就会拐到狗里去 那我们到底是跟着他拐呢 还是不跟着他拐 跟着他拐和不跟着他拐 都要闯个头破血流 所以我要马上做决定 一定要做决定 必须做决定 你说就完大饭店 和四个交通站 我该顾哪头呢 九安饭店四个交通站 你猜燕妃会保住那头 九安饭店事关珍宝 这是他的私事 可交通站呢 是抓战车的 那是他的工事 要我说呀 他不会放下私事放下珍宝 他一定会保住九安饭店 我想也是 他不会舍弃九安饭店的 九安大饭店和珍宝西西相关 丢了饭店就等于把珍宝也给丢了 可是交通站关系到战车 交通站丢了 北斗 北斗 站车 也就丢了 不过 站车丢了我还能再去找 毕竟我抓他们一抓就是二十年 哪有个弯呢 可是珍宝呢 你能感觉到 这次是我抓住珍宝的最后的一次机会了 不是 您说了半仙就说些什么呢 九安大饭店要加派人手 把四个交通站 还有监视王七美家的那些人 只派一个留守 剩下的都给我调到九安大饭店来 不是 那交通站怎么办 北斗怎么办 我 我说什么你听什么 你知道吗 你还跟我降嘴是不是 好 不不 您别生气 我现在就去 我现在就去办 我现在就去办 去哪有什么地方 衍层的对你 伤心 作词 enemy 适合 鐵座 像一顆小小的雲鐵 在夜空中劃過 劃破了寂靜的夜色 誰的心是鐵燈 在冷冷的水中摧荒 在墨林中千人 任性者將自己劃破 如果有一天我把你忘了 請你不要難過 那時我痛得無法忍耐了 回到最初相見的你我 如果有一天我把你忘了 那些花兒會記得 我為你哭過也為你笑過 只願我們能從頭來過 如果有一天我把你忘了 只想讓你更幸福快樂 那天我把你忘了 我可以讓你更幸福 我可以讓你更幸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